4月11日,张寇寇案,将在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,正式开庭审理。在二审庭前会议时,辩护律师申请对张寇寇进行精神病鉴定被驳回后,张寇寇家属,又委托了三名精神病法医鉴定专家,对张寇寇的精神状况进行鉴定。 由北京政会科建咨询服务中心,出具了政会科建中心,2019,资次第五号法医精神病学书正审查意见书,该份意见书认定张寇寇有偏执行人格障碍,作案时有急性应激障碍,控制能力减弱,属于限制形式责任能力。张寇寇代理律师邓学平,停闲,向法院寄出了上述意见,并向法院申请三名专家出庭。 4月10日,上游新闻爆料微信号,Shen Young News,记者从邓学平律师处获悉,对张寇寇进行精神障碍鉴定的申请已经被驳回,申请三名专家出庭,也同样被法院正式驳回。 邓学平表示,正式的精神障碍鉴定,必须由司法机关委托进行。 家属无权自行委托鉴定,只能委托专家出具书面审查意见。 三名专家均具有司法部认可的法医精神鉴定资质,属于业内公认的权威人士,并且仔细言语了张寇寇案,和其母亲被伤害至死案的全部卷宗材料,相关意见具有极强的可信度。 但形式上,这份专家审查意见,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意见,不具有鉴定意见的证明效力,因此相关内容未必会被法院踩信。 由邓学平提供的一份陕西省高院4月4日出具的通知书显示,和一婷听取了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,研究决定,对该申请不予准许。 被驳回还是有些遗憾,现在我只能说,尽最大努力,完成最后的工作。 邓学平说,4月11日,陕西高院将通过其官方微博,对此案进行图文直播。 案情回顾,22年前的一场斗斗中,陕西汉中的张寇寇母亲,被王家人伤害致死。 王家三子王正军因故意伤害致死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,赔偿张家9639.3元。 2018年农历新年的前一日,张寇寇将王家父子三人杀害。 2019年1月8日,汉中市中级法院,以故意杀人罪,故意毁损财物罪,依审判处张寇寇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